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3加11黑箱决策害死了800多条的人命 谁要来负责 结果因为这个报告出来之后 其实今天媒体有揭露 监察院相关的调查揭露说 来 在3加11上路之前 邱成元委员曾经就接受了机师工会的陈情 要求要干嘛 要求要放宽检疫政策 而且还发函给卫福部 要求卫福部你要来做一个回应 请问一下邱成元委员 你要不要也来负责呢 不能够before跟after 然后你好像变成两个人一样 没你的事 然后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这个强党魁的内斗戏码 哇 斗得可精彩了 你看整个张亚中 本队陪绑然后逆转 不只是逆转而已 他还现在是领先变成了榜首 朱立伦江启臣 现在包括陆战很重要 空战很重要 一起都要发出来 那先来看到的是有关于朱立伦的部分 昨天他的人是在高雄 参加一个挺株士师大会 然后战斗兰的发起人赵少康 跟他透过视讯来做一个连线 赵少康被要求 有主席人要求说 不然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他被要求表态 他说今天连线就是表态 然后就喊了一声朱立伦加油 因为这样子朱立伦这边阵营就说 你看赵少康是挺我的 后来最好笑的是 赵少康发现被这样操作之后 他又发了一个声明说 没有啦 我哪有挺朱 我是中立的 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呢 还有我们看到的是 前国民党的立委邱毅 他跳出来他爆料说 现在国民党的核心里头 有一个叫做毁章计划 那主轴是 铲除张亚中 嫁祸将启程 你看赵英怎么会叫做战斗兰呢 应该叫内斗兰 不是比较贴切吗 进一步呢 我们还要来看到 是有关于国际局势的部分 国际局势呢 美国除了他们一连串的动作 加大挺台的力道之外 其实美国他也结合了 包括英国澳洲 成立一个全新的联盟 英文简称叫做AUKUS 那英美同步他们宣布说 要支持澳洲打造 核子动力潜舰 那你看 他主要的目的说要保障 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专家分析说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强化在 第二岛链的这一块 要有效地来压缩中国的威胁 还有呢 进一步看到是有关欧盟这个部分 欧盟昨天他们通过一个 印太合作战略公报 这个公报里头呢 前前后后大家看得非常仔细 发现说有五个地方 五个要点有提到台湾 而且是用伙伴来定义台湾 说要强化相关的合作 所以你看到全球整个新的布局 都让习近平是坐立难安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个CDC记者会的部分呢 我们就等一下 如果有什么最新状况 我们一起来关注 好 我们先开始谈论之前呢 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各位好 大家平安 然后欢迎也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各位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阮昭雄 各位好 大家午安 然后欢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秘书长王志胜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卓冠婷 各位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还有国民党的青年的党代表 会加入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就先来看到的是 今天在立法院的场景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到立法院 来进行三加十一的专案报告 不过呢 国民党要求说 报告之前呢 有一些动作 他们呢 一边持续的还是在背个 一边撕掉了这个报告书 我们一起来看 请行政院苏院长报告 财政部让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 国民党立委冲了上去 民进党立委紧急动员排成人墙 苏贞昌 道歉 苏贞昌 道歉 国民党立委手上一张张A4白纸 直接往苏贞昌位置丢 一场瞬间施政报告满天飞 你给我丢 民进党立委手举高 忙着党一张试一张 苏贞昌此时脸色铁青 国民党立委要求道歉 苏贞昌站得起来 拿起共识包 头也不回 直接往外走 先离开议场 苏贞昌看起来心情不好 独留国民党唱独角戏 大概是因为国民党特地要求苏贞昌 要对三加十一 还有防疫作为进行实证报告 所有该给立法院的报告 都是如期限缴交送答 而疫情变化非常快速 我们都非常战战兢兢的准备 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定稿 人来了 一级官员也来了 国民党连上台都不给机会 趁着提案要求 孙文昌必须负起政治责任 进行表决 一边表决一边喊要孙文昌道歉 看看最后结果 民进党以人数优续 压倒性反对 闹了一波 孙文昌还是无法上台报告 各种人民最想知道的问题 因为国民党立委杯葛 得等晚一点才能发问 三地群邦邦邦邦 陈嘉文他的报道 今天CDC记者会已经开始了 跟大家报告的是 今天本土病例是有两例新增 我们今天主轴 我们先来看到 是有关于今天在立法院 那么行政院长苏丹昌去报告 有关3加11的这一个部分 决策过程究竟是怎么样 因为有在野党 常常每次只要有什么样防疫破口 就会说 那就是因为3加11还原头在那边 但是事实是这样吗 那我们还要来还原一件事情 每3加11的人 原来他也是帮忙陈琴的那个人 我先请教这个小芳姐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这一篇报道是 昨天的报道 昨天开的记者会 因为今天要讨论3加11 所以民众党的立委邱成远 他就说 我给你说 行政院你要面对 你这3加11的调查 叫做一不四没有 他骂得很凶 不派员出席会议 没有调查小组 没有调查报告 也没有会议记录 让全民没有真相 骂成这样还说 这个决策害死了八百条人命 究竟是谁要负责 但是后来被发现说 你那个不是吗 帮忙就发了一个函 你也觉得说 应该不要这么样的言 结果怎么呢 他今天呢 他有就说 我是有把函 转给相关的单位 但是 只是转一个函而已 我没有帮忙开协调会 而且呢 我不是给你强烈的建议 意思是说 我只是转函 你要不要怎么处理 你们家的事 我不管 那甚至前一天 他在回复的时候 他说 是办公室接到陈勤 不是我本人 怕我没关系 所以他还要跟办公室 来做切割 怎么样来看 老实讲 因为不止邱成远 还有另外一位 就是时代力量的 邱显志 两位 我觉得这两位 立法委员是非常的不诚实 因为当很多社会上面的 把这次的疫情的爆发 那箭头指向三加十一 箭头在 大家都在痛骂范云委员的时候 因为范云委员当时 是因为说 台湾的机组人员 如果在非常严格的 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非常的安全 对于他们身心的健康 的确会受到影响 那他希望说 大家是不是能够 坐下来谈一谈 那这样子的一个 的讨论 就竟被整个的社会 误认为是这次的 这个疫情的破口 但是这个不管说是 民众党也好 或者是时代力量也好 他们也同样 跟范云委员 也有同样的作为 他们的起心动念 也是为了这些机组人员 也是为了 非常安全好 但是为什么 事情一旦发生以后 当范云被骂的 这个同时 他们两个人 非常没有guts 他们至少要有 那种gallon 要有那个 gentleman的那种感觉 因为做同样的事情 都是为了机组人员 希望为了非安 这个非常安全 那希望为了 机组人员的 这个身心健康 他们在工作上面 能够得到一个平衡 那出来做的事情 因为你们今天 像我觉得 我很不满意邱成远说的 他说他只是带转信件 他今天不是我 我带转信件 这个人家可能可以不理 可是你邱成远是立法委员 谁敢不理啊 所以我觉得 这讲的是 真的是非常让人家觉得 匪夷所思 那第二个匪夷所思的是 刚才桂亚所说的四分钟 这国民党在闹的四分钟 这个是9月10号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吧 这次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国民党洋洋洒洒 一大堆人签了名 他们说要干什么呢 要行政院 苏贞昌院长 要来好好的报告3加11 因为他们都认为 3加11是这次的 这个疫情破口 那行政院也准备了 非常多的资料 要来证明 3加11跟这次的疫情 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个会议是你们要求的 你看这个会议的 有谁签名 有费洪泰 有陈玉珍 万美林 洪孟凯 然后一大堆人 蔡碧如 邱成远 陈娇华 一大堆人都签名 你们在现场 是在闹什么闹啊 那这张照片 我更看不懂了 这张照片我把它放大 说苏贞昌 罔顾人命 说这个蔡英文 千古罪人 说这个陈时中 是防疫破口 3加11 你们今天如果 这么恨的话 那你们应该 好好来开会 好好来听报告 你们在那边闹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回归 那我们接下来回归到重点 3加11到底是什么 我们已经被 从今年 已经被带风向 污名化到现在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3加11是什么 今天行政院 才终于告诉我们 3加11 事实上 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是2020年 3月19号 就已经开始 所以如果2020年的 3月19号就开始的话 我们已经实施 一年半以上的 3加11了 时间有点落差 小光姐你刚刚讲的是 3月19号 它其实是 那时候要14天检疫 那发现说 真的不接下来 到时候他们 根本没有人可以派 所以是 3月27号开始 到那个12月31号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为什么 在今年的时候 包括范云 包括邱成远 包括他们会 三位立法委员 会要求 希望是不是能够 来检讨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 已经实施很久了 那实施很久 所以这个第一个 就告诉我们 这是在2020年 已经实施了将近一年 然后第二个 我们今天就算 3加11不是一个破口 今天之所以 有任何的破口的话 都是因为 有机组人员 我强调 是因为 有不守法的机组人员 这要特别强调 因为我们一般的 机组人员是非常辛苦 我们今天也知道 因为我们的机组人员 要运送人 要运送货 他们总共创造了 2.6兆的一个空运的价值 所以他们 在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 几乎都是飞出去 回来就被关 一个情况 真的 我觉得这个 大家必须要了解到 而且现在有很多 包括医生 包括机组人员 他们要去看医生 很多的医护人员 还会很怕 老实讲 我们真的觉得 是很心疼的一个状况 这些整个社会 都应该给机组人员 更多的体调 再说一次 这是因为他们不守法 才会有被突破的一个可能 可是我们从这张 白字的这部分 是原先的基础版的3加11 然后今年开始实施的 今年的加强版的部分 我用黑箭头画出来的 你要看看它有多严格 第一个是房卡 就是到外站的时候 房卡一次性 你一旦刷了房卡 你人进了房卡以后 你那个房卡就失效 你如果你在开关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它简直就是 你一旦进去以后 你就被关起来的概念了 这是在外站 然后这个你在飞机上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遭受到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呢 他身上的防护衣 他们所谓的四保 是全部不能脱的 就是口罩 面罩 手套 防护衣 全部不能脱 更惨的是 他们上厕所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 你的航班当中 常班你只能一人一次 一人一次 你可以看到这边 一人只能上一次洗手间 对 而且这个洗手间 连这个都有规定 还跟旅客完全分开 就怕会有交错的一个感染 今天机组人员 他们是在工作 他们是为了 不管说是运送旅客也好 或者是运送货物也好 那他们在工作的环境之下 他们事实上也是受到非常非常严格的对待 然后另外呢 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回来了 要进入检疫的过程 他们是进入电子围离的一个过程 什么叫电子围离 就是你如果离开移动的话 你就会被发现的 因为电子系统会提醒 所以一般的机组人员是非常非常守法 非常少数的机组人员才是有不守法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图可以看 我们跟新加坡的航空公司 新加坡的航空公司 新航可以说是全世界机队最大的一个航空公司之一 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跟这个纽西兰 我们都比他们严格 你可以比较 小芳姐其实我们目前看起来 我们是世界严对不对 对 那我们在世界严的情况之下 你要知道跟各国 摊开来跟各国比较 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你要知道刚有考量到说 那个机组人员的身心状况对不对 我们现在呢要透过视讯连线 我们连线给是桃园市的空服员职业工会的 监视会的召集人胡小轩 那小轩你现在在线上嘛 对 我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检疫严格 真的是非常非常严格 那我请教一下 因为当有人在讲说这个3加11 所有不管什么7加7 5加9 他们都不管 他们回头就是要讲说 就是3加11造成一个相关的破口 那我请教一下 我们当这个机组人员出境到了外战 或者是你们回国 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高规格的检疫政策 其实就是像我本人我是长班短班都有在飞 那对于防疫规定的话 大部分的组员都是严格遵守的 那我们也不会想要就是成为破口 那基本上我们到在机上的时候 我们的防护措施就是比照医护人员 口罩护目镜手套跟隔离衣 是完全不会就是脱掉的 然后长班到外战之后 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离开旅馆 那一次性的房卡只进不出 而且违规的话都会被延撑 重罚会高达30万 然后我们到了外战的旅馆 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担心 就是旅馆的情况 我们会做好自身的保护 所以我们都会直接再重新拿酒精 把整个房间都消毒过 然后回到台湾就是严格遵守检疫规定 那副指挥官陈忠燕也有公开提过 109年3月启动机组员的隔离政策以来 到109年的12月为止 机组员总共只飞54000人次 只有23件违规 而且我们现在违规 其实公司的规定都是重责 就是开除 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那在疫情期间到目前为止 都只有个位数的空服员染疫 其实就是诸多的空服员集体的曲解 跟议测都不是基于事实 那这个疫情已经延烧了长达一年半 为了防疫大家都很辛苦 我们也不是要提到就是 我们的工作特性就是 每个月都有可能因为 父亲长程航班或短程航班 陷入重复的检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之中 对于我们身心健康 社交和家庭生活都有严重的影响 空服人跟社会大众一样 都知道Delta变种病毒的威胁性 然后更是一线承担风险的劳动者 生人体会保护自己的同时 我们才可以保护其他人的重要性 小薛我请教 因为你刚刚其实有点出 非常多有关于 你们是怎么样很严格的规定 对不对 那我请教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你那个 我们的3加11 或者是后来曾经一度比较严格 是7加7 包括5加9 你回来都要相关的这个居检 我请教你 你有没有就是回来 比方说有多久都没有见到家人 或者是说也没有 就是你的生活 其实被打乱的那一块 你有没有去做一个计算 我本身是没有计算过 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每一位空服人都是非常的辛苦的 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台北医学大学的 这个复社的 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 有指出说 因为的确我们真的是 其实很多国家 他们也几乎已经是免检疫的这个措施了 稍后我们细一步来讨论 那我请教的是 他这个报告里面 针对机组人员 他有提出来说 包括可能会影响到非安的安全情况 你的了解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执勤的过程中 我们都是一切尊重指挥中心 对于防疫的专业判断 但是令我们比较受伤的还是一些 比较不了解情况的民众 对于空服人的污名化 然后歧视 那空服人工会在这边还是呼吁 同心抗疫的前提是团结 我们会坚守我们就是该做的职责 那我们也希望社会大众可以给我们支持 我自己就有认识机师朋友 他其实他说长期过去一年半 他有老婆 他有小孩 可是常常回到家 不能看到人 然后可能还没有看到他的七小子 又飞出去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状况 那还有一个资深的机师是陈培培 他说什么 他说他有算过 因为他比较资深 所以他可能还有一些假期的问题 所以他365天 只有一天属于自己 他是free的 他不用什么检疫 不用什么自主健康管理 可以真的出去 365天就那么一天 所以我们其实知道的是 机组人员 包括机师跟空服员 他们都牺牲非常多 我们谢谢小萱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我们其实谢谢他们的牺牲付出 不是要猎物 可是整个相关 有少数的老鼠屎的部分 不遵守规定的 我们要谴责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 我们看其实很快的 我们疫苗的部分 108万剂莫德纳疫苗即将到货 就在这个今天晚上 世界其实都非常缺货的情况之下 政府催货 不一定要学说什么 要去那边闹 要怎么样 就可以催货成功 而且方方面面 是透过很多人的努力 至少有四方面来分进合集 我们先一起来看 新任AIT处长孙小雅到任 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迎接 两人相谈甚欢 但其实这场会面 蔡英文特别向孙小雅提到 莫德纳疫苗延迟到货问题 如今高达108万剂 17号到货 外交的途径 或者跟公司的商业的途径 都分头并进 莫德纳疫苗全球都在抢 缺货情况下 台湾从四方面分进合集 包含驻美代表处 小美琴透过公司管道几乎天天问 集货中心天天写电邮 周周视讯催货 还有驻发代表吴志忠 和在欧洲的莫德纳高层联系 再加上蔡英文亲自向孙小雅关切 疫苗缺货问题 终于判到一次出货上百万剂 特别的是过去自购的 六匹莫德纳疫苗都从欧洲出货 这回108万剂 则改从美国直送台湾 根据了解 这是将原定7月底 和8月底出货的量 一次补足 疫苗逐渐到位 指挥中心规划 这回到货的108万剂莫德纳疫苗 将优先提供给第一剂接种莫德纳 并且满10周的75岁以上长者接种 过仍然有60万 793人是莫德纳铁粉 医院登记 唯一勾选莫德纳 恐怕得继续等 指挥中心呼吁 有疫苗就去打 或是改选同样属于 mRNA疫苗的BNT 毕竟要群体免疫 政府催货成功 国人也得踊跃接种 参与选游家张会期谈到 台湾最不缺的就是防疫喷口水 口水非常的多 方方面念 不管是疫苗的部分 那不管是说 当有疫情出现的时候 3加11就是那个源头 我们回头来看 这一张非常重要 一定要给观众朋友来看 卫福部所整理出来 我们3加11加强版的一个规定 跟各国比起来怎么样 我们看看新加坡怎么样 机组员的部分 遵守规定 然后他是不用 不用居检的 加拿大不用居检的 澳洲呢 他说你在机上有防护 在外战过夜也有防疫了 就可以豁免14天的检疫 纽西兰也是这样子 我们其实还有做到这个3加11 比起各国都还要严格 可是你知道防疫 病毒本来就是跑得比较快 那你看到的是 他们就会讲说 这个叫做政策不当 我们的政策有不当吗 还有一块要来看的是 有关于疫苗 常常说买不到疫苗 不买疫苗 或者是说 现在有莫德纳孤儿的这一块 那刚刚我们新闻 不是已经看到说 很快今天晚上 108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而且是从美国这边 调货调来的 那国民党明明知道这个讯息 因为他们发脸书的时候 已经知道 他说明天会有108万剂的 莫德纳疫苗会到货 可是呢 知道疫苗要来了还怎么样 前面这个标题叫做 他们要为300万莫德纳孤儿来请命 说蔡政府态度很消极 刚刚告诉你有多么多么的积极 可是呢 他们怎么样都看不到 怎么样都叫不行 来 冠婷 莫德纳马上来到台湾 其实这是全台湾人民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过去这段时间 莫德纳是全世界的缺货 他包括他的产线受到污染 然后供货在全世界都堵塞 那台湾政府 我们努力的沟通 努力的协调终于拿到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真的不要再政治口水 大家应该要一起开心 迎接我们终于 有莫德纳来到台湾 世界各国都在等 可是我们比很多国家都来得快 那今天我觉得 苏贞昌院长带领的 整个行政团队 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就是 我们整个把3加11的专案报告 摊在国人的眼前 那很务实的 向立法院做了完整的报告 但其实我们今天搞不懂 国民党今天 第一时间还在杯葛 这个报告不是你们提出来的 你们要不要听 然后现场非常不理性 现场是撕专案报告 然后撒跟了 好像像血片一样 就国民党你们要求的专案报告 院长很负责任来报告了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嘛 那可是玩一玩之后 好像不好玩了 就鸟瘦散了 就是大家搞不懂 你国民党的战略跟战术 你到底想诉求什么 那其实这个专案报告 我觉得真的是 摊在国人的眼睛底下 其实从头到尾 这件事情政府做的就是没有错 我稍微讲 这一次有被提到的几个政党 包含民众党 时代力量等等 其实关心这件事情 我认为不用躲躲藏藏 因为我不意外 从头到尾 其实时代力量民众党 一直以来 大家认知上就是 比较注重劳权的政党 那他们会关心这件事情 其实很合理 观众朋友可能不一定 那么了解立法院运作 其实实际上 每个立法院办公室 都会有一个立法委员的章 那个章 一百多立法委员 没有一个委员会把那个章 给随便一个同仁都可以使用 你发公文 或要协调会 给行政单位 必须都要盖那个章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以前当国会主委的时候 有时候忘了盖那个章 行政单位还过来讲说 冠廷 你们这个没有盖委员章 我们这样协调会不能开 所以基本上立法委员会收到很多很多 来自于各个团体的陈情 那收到陈情之后 立法院在每个委员办公室内部 一定会进行一个讨论 就是说这个陈情我们要怎么处理 就算只是要把它转给行政单位 做参考 也是必须要盖立法委员那个章 所以基本上办公室内部 一定会进行讨论 因为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 就是代表你委员的意见 就转去给行政单位 那行政单位是什么 你转来你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把陈情单位的 这样子的关心 或者是说有相关的诉求 把它转去给行政单位 其实某种程度意思是说 有这样的陈情 我们转给你 那你们要做相关的评估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开协调会 你有没有去要求他要改这个制度 而是你也如实的反映出了 这些相关团体他们的诉求 因为对于这些基础人来讲 3加11的政策 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政策 我稍微讲一下 一年52周 每一个基础人回到台湾 他是要隔离 假设是两周 14天 他有几个 一年有几周 一年就52周 你每飞进来一次就要隔离一次 那其实对他们身心 跟对于飞安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讨论 我要讲 其实大家都看眼前的事情 好像Delta病毒现在很严重 所以3加11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去检讨的一个政策 可是我们想一下 其实今年在4月 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当时其实台湾的疫情是非常平稳的 我们还定了一个 其实相对于全世界是最严格的政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飞航跟机组人员 比台湾当时的3加11还要来得严格 可是因为Delta病毒后来出来了 所以出现了之后 我们当然就因为这个新的病毒 它比过去这段时间 巴巴阿 巴巴巴其他病毒 还要更容易传染 而且伤害更大 所以我们再进行调整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再回去讲 以前你定这个政策是错的 其实要考虑它的时工背景 我觉得今天这个 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 因为证明几件事 第一个事情是 其实是不分党派 其实大家都有为机组员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为经济跟防疫 这两个中间的平衡 总是要找到一个平衡 曾经有这样表达过 后来全台湾各个政党的共识 也认为说 因为随着Delta病毒侵袭 那我们三加十一 要稍微有办法再做调严格 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对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不用再有任何的口水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真相大败 今天而且整个都摊开来 国人你自己去评评理 那我们这个时间 因为现在很重要一个议题 又过来 当这个疫苗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高端疫苗 它不会有这个缺货的问题 因为那是我们的国产疫苗 所以现在开始试研究说 是不是已经有研究是 AZ混高端 它会怎么样 那还有现在进一步是有关于 莫德纳要混高端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透过视讯连线 我们要连线给权威 我们的指挥中心专家小组的咨询委员 同时也是ACIP预防接种小组的 召集人李兵颖李医师 李医师已经在线上了 来我请教一个问题 李医师因为 现在有些人 不管是国民党的委员也好 不管是台北市场柯文哲也好 包括前国民党立委陈一鸣 因为他也是一届出来的 他现在是在国民党的智库 永续发展主当召集人 那陈一鸣说什么呢 他说 今晚要莫德纳跟高端疫苗 来做一个混打 在招募临床试验者 他认为很不负责任 而且他同时 他连接到什么 他说感觉上就是要 强行来推销高端 那我请教李医师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就是莫德纳要混打高端 他的目的 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学术单位主动提出的计划 从业绩疫苗进来以后 我们就有预测到说 不同疫苗可能会有混打的问题 第一个是供货的问题 第二个是有的人会打了第一剂疫苗以后 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那个国家没有你第一次打的疫苗怎么办 所以其实世卫组织在很久以前就开始 他鼓励大家去做混打实验 因为世卫组织已经预见到说 那个新冠疫苗的产牌那么多 一定会有混打的一个研究的必要性 你必须要有研究以后 你以后才能够建议说 什么样的组合是可以去混打的 这个做这个混打研究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混打了 或者是在推销某种疫苗 而是在做学术研究 对以后可能的需要做铺路 他也可能以后我们都用不到 所以像混打的研究 在台湾我至少知道三四个单位在做 各种不同的组合都在做 我们新闻媒体所报道的 只是其中一个组合而已 其他的单位也在做混打 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销某种疫苗 而是说他要做学术研究 因应未来可能出现现状 而且你以后这种研究 其实也可以 但国际上知道说 各种不同疫苗混打的效果是怎么样 甚至可以知道说 高端疫苗 他在跟其他的国外的疫苗 混打了以后 他的免疫生成性是怎么样的 这其实在学术当中是很重要的资讯 跟我们未来 短期之内的政策执行是没有直接相关的 李医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实验 那我看到的是台大医院 就是有关于临床试验主持的谢斯明医师 他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说 两个组 一个team是莫德纳跟莫德纳 然后会招募110个人 然后莫德纳在混打高端疫苗的时候 也是110人 然后总共这222个人的研究里面 他们要去看一个相关的数据 去看指标说 那如果莫德纳打高端疫苗 它的综合抗体的血清浓度 是不是能够不低于莫德纳 加莫德纳这个小组 那我请教我们那个评断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到时代怎么样才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OK的可以这样来做混打 它的一个评断的标准是什么 通常我们去比较两种疫苗的 打了以后的抗体的平均值 我们是几何平均值 两个平均值是比较 但我们可以用统计上的运算 你两组各有一百多人 那你做了一百多人的抗体以后 这个平均值比起来 它有没有统计上的意义 这是用统计的方法可以去确认的 那如果它没有统计上的意义 就表示说这两个疫苗 引起来的抗体反应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现在国际上 我们有混打研究的就是 那个AZ疫苗加上那个 菲瑞VNT疫苗 还有AZ疫苗加上莫德纳疫苗 它也都是这样的研究 它就是这个 AZ加AZ 然后AZ加VNT 然后看它的抗体 统计协计上 它有明显的差异 它看起来有明显差异 所以它就是说 两剂的 如果是单打两剂的AZ的话 它的抗体会明显低于 混打AZ跟VNT疫苗 这个就是一个研究的结果 它就是一个研究的数据 但是并没有人说 我们这个研究单位就开始认为说 我们必须去混打的 而是说 你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AZ疫苗 缺货了 那你现在有VNT疫苗 AZ加VNT是可行的 这就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它跟你未来政策的一个 走向呢 没有直接的相关 它只是说 这样子做 在学术上是可行的 现在科学上做出一个研究 看是怎么样情况 但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你有特别解释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莫德纳 或者是辉瑞BNT 如果第二季的时候 它那个新肌炎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 就是副作用 可能比较明显一点点 所以我们才考虑说 高端部分如果去从 就这样组合起来 这样子混打 是不是可以解决那个问题 其实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部分 是不是 那个只是未来的一个想法而已 其实我们这个研究 也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新肌炎的发生率是多高 因为那个发生率是百万分之多少 而已 那主要的就是说 现在新少年打了以后 比较容易 打了RN疫苗以后 比较容易新肌炎 这个困扰了很多国家跟政府 甚至有的国家 他就是说 像英国他有一阵子 就是说 青少年12到17岁不建议打RN疫苗 那另外有的国家 他最近又有新闻报导说 他只建议 青少年只建议打一剂RN疫苗 虽然效果比较差 但是新肌炎的那个 不是说做一副的效果不确定吗 那所以他觉得第二剂有那个风险 他们也在考虑说 那干脆第二剂先拿掉 他们都是因为新肌炎的疑虑 所以放弃青少年打 或者是说青少年只打一剂 那所以 RN疫苗是不是可以衔接 其他平台的疫苗 因为其他平台的疫苗 就从来没有被报告过 跟新肌炎的关系 他在理论上也跟新肌炎无关 是不是可以 以后如果真的新肌炎疑虑很高的时候 而且你又混打 看起来是免疫效果差不多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当做我们政策的参考 就是这一点是我们混打的一个 未来可能的应用途径之一 而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这一种推论的 但是还有人在吐槽 他说莫德纳是mRNA疫苗 那高端是次蛋白的这个技术 这有没有一个曾经说研究过 他们两个其实合在一起会不错 这没有研究过 所以我们才要做研究 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 他们虽然说不同的平台做的疫苗 但是他们刺激免疫反应 都是一样的X蛋白 尤其是莫德纳跟高端 他是同样美国卫生研究院 自己发展出来的疫苗 他做的X蛋白的突变 他的一些修饰各种方面都是一样 他是完全相同的分子 只是一个是RNA制造 一个是直接把蛋白打到人体里面去 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个两个蛋白是没有问题的 他就是会有一个免疫增强的作用 要不然你看 AZ疫苗是腺病毒疫苗 那莫德纳跟那个VNT疫苗 都是RNA疫苗 很明显的嘛 就是打了腺病毒疫苗 以后你再打RNA疫苗 不同平台 他还是可以引起免疫增强作用啊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做这种研究 才去证明说 这个其实他的免疫反应是OK的 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现在不明白其他的组合 所以也不只说莫德纳打高端 也有说不定也有人会去做莫德纳以后 打那个BNT疫苗 类似这样的实验 以后我们才会知道说 在实际上的确 这两个不同公司做出来的疫苗 是可以互相有加强的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研究的目的 最后再请教李医师一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高端疫苗 不是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助 然后他要到哥伦比亚去做相关的这个试验吗 你说是台湾对上美国对疫苗保护力的一场PK赛 所以我们其实在那里的这一个研究 还有另外一个是说美国药厂所研发的DNA疫苗 所以这两支疫苗会在哥伦比亚来做一个 比较明显说看得出来 什么人会效果较好的一个PK 这个我也是看新闻的 因为详细的情形我也不知道 这个据说是那个哥伦比亚 他们的可能是药证单位发出来的一个新闻 他就说我们现在会有两种疫苗来我们国家做研究 一个是高端疫苗 一个是DNA疫苗 我其实不太知道他是美国的公司 反正就是这两个疫苗会同时做实验 那就是PK 因为他一定会被互相比较 他的抗体生成性 他的安全性都会都会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出来 到时候 我们当然是 但在台湾的立场 我们希望这个台湾的国手会赢 他就是会跟其他的药产做出来的疫苗 会去直接比较 那我觉得 我还是看好蛋白疫苗 至少在不良反应上面 他的那个使用的经验太多了 不像RNA、DNA有的时候会出现奇怪 什么心肌炎的不良反应 我们不知道说DNA疫苗会不会引起心肌炎 这种问题 但是他是新的平台 他总是会有一些理论上的顾虑 那所以我们也是很乐见说 那个高端疫苗能够去做真正的一个对照研究 那有一个国外的疫苗跟我们做比较的话 我们也不怕 因为在理论上蛋白疫苗其实就是一个很优秀的疫苗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斌尹医师 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解答非常多的疑惑 谢谢李医师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来我请教小熊哥 我请教你 明明知道说疫苗是不是来了 然后来他就说 可是还有三百万是莫德纳疫苗的孤儿 那明明知道说疫苗来来了 他们说我们还要提一个案子 要求说要驾美国政府要去讨疫苗 你要白纸黑字写出来说你要赶快去讨 我们刚刚已经讲说我们其实透过非常多的方法 比方说透过这个驻美的代表 包括驻发欧洲的部分我们在打点 可是他们好像永远都跟不上我们现在时事的滚动 最近有个名词叫认知作战 因为昨天柯文哲也有讲 表示很多东西是带风向带得起来的 你不要小看国民党 其实他现在正在带这些风向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去杯葛那四分钟 因为四分钟的过程当中会有画面 会有说法会有照片 这样常常帮我做图 不然怎么做梗图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看 他其实是有计划性去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 然后这个气氛有点像在同温层当中 他就不断不断的喘 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烂的群租里面 其实有蓝有绿 又有不蓝不绿的 但是东西在隐藏中的这些讯息 无形当中会影响到受众者 就是接受到讯息的人 所以他告诉你说 疫苗要来 这个莫德纳达会孤儿 但是不是所有民众都会catch到 行政委已经宣布了 我们多少机会来 这位会做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形塑这样一个气氛 但是其实在野党 在国会议事殿堂当中做杯葛动作其实很合理 但是你要杯葛有理 刚才特别提到状况报告是你邀请要求要做的 那我做要跟你报告 我们希望能够让真相可以清楚 我也接受你国会的监督 但是看起来你并不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不过是要演一出戏而已 所以看起来目前这出戏是 要去拖拖 那坦白讲很多的这个 但是小熊哥我有一个议题 我真的一定要请教你 因为台北市又有其他的创局 他们说想要推一个健康码 对不对 那想要推一个健康码 就是说你打两剂疫苗的人 你要进出哪里才能自由 那意思是说 就是我如果没有打疫苗的人 我没办法去 那以后你把小朋友丢掉 那不是基本人权的一种歧视吗 因为小朋友12岁以下是不能打 所以爸爸妈妈以后要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 就把小朋友丢掉的意思 所以台北市场我觉得它根本就是缺乏 但柯文哲其实某个程度是试图营造一个 它跟新创 创意的东西很有关联 你看很多东西都是 就是贩卖机 很奇怪 就很奇怪 包括他现在弄那个台北通 他讲说你以后打完疫苗的时候 台北通就会出现 我就可以知道你打一剂两剂 那么我全部 对啊 可是你知道打一剂两剂 我跟你讲啦 我健保快一通就有啦 对 没有错 所以他都讲事事而非 好像他很进步一样 像1922他就非要弄一个 对 就一定要跟你唱反调 然后要不同的创举 那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一个 形塑的过程 那这个印象中会一直一直铺陈 那他说这个加深印象 你的客气就很重 所以柯文哲认为说 我不断不断说这些东西 对他讲是加分啦 不过他不知道老百姓 其实不是笨蛋 其实看到你很多东西 其实是虚有其表 像昨天啊 他做市政报告 我们很多议员都在听啊 听了以后 大家就问他说 你只有讲你好的 你不好的在哪里 那问他说不好的东西 他就点头说 他真的做不好 问题是你做不好 为什么不写在你的报告里面 这看起来 这个报告里面就是影恶扬善嘛 不过是一个政绩的公送而已 所以看起来目前为止 这个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其实在策略上的行硕 看起来他什么是有系统的 那不过是先保住他的同温层 他那个创意的部分 说要推什么打疫苗两剂 健康行动嘛的部分 我马上想到就是 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叶元芝到现在都还没打 所以意思是说 台北市可以拒绝他行动的自由吗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们来看 其实在防疫的世界里面 国民党常常 就是反正就逆时中 他们有很多要监督 要反对了 要唱反调的等等 各式各样 我们来看 他说我们要帮这个 莫德纳的孤儿来请命 你赶快积极的催货 那你来看 其实指挥中心天天瞎坏 天天视讯的时候 周周视讯的时候 也都会来催货 我们刚刚也讲了 其实驻外管处也都在帮忙 还有一件事情 高端 你看这个是8月26号的时候 费鸿泰说什么 高端打 有出现一些状况 有死人 很多冤魂会去找你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最新的一个图表 四叉猫流语 他所整理出来的 加入后来打高端的人 那一些相关的反应 我们来看到这个 死亡率的部分 其实他是算最安全的 所以他说打高端 会有很多冤魂去找你 最后成员得雪 其实打其他的疫苗 反而风险还比较高 志胜老师 是没有错 不只是打高端的风 现在已经看出来 死亡率是最低的状况 这其实都有科学的数字 可以去做判断的 那问题是 国民党长期来 他就不讲科学 他把高端就一直要去 把他往死里去 黑往死里去打 那这个状况 其实你用科学数据 就可以去看 那问题是国民党 这一道有没有效 我刚刚主持人讲 叶元子两季都没打 然后我今天早上 碰到一个六十几岁的长辈 而且还是绿营的 他说 我这样问他 他说他连第一季都没打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被吓到说 他不敢打AZ 他觉得每一支都很危险 对 不管打高端 然后莫德纳想打 然后发现六十几岁 现在排不到 所以他处于一个 孤儿的状态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说 国民党 你要负责任的 为台湾疫情去思考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断地去恐吓 各种疫苗的结果 就是造成台湾有很多人 会悟信你的恐吓 而不敢去打疫苗 那等到他回头 突然要打疫苗的时候 发现糟糕 时间来不及了 他可能成为 未来被感染的破口 这种责任你要不要负 这是一个 那你担心疫苗也算了 现在连混打的事情 你都要拿来做文章 刚刚讲到说 陈一鸣他们在批判说 怎么可以让高端去混打 莫德纳这样的做法 第一 这是民间自主的研究 我这边有一些 相关的这些自主研究 它不是只有 台湾在做这样的自主研究的 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最早的时候 大家一定有印象 瑞典 瑞典那时候跟英国合作 AZ跟莫德纳的混打的时候 也是他们做苏西构做研究的 88个人去做研究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 像英国他们也做了 相关的AZ跟BNT的混打的研究 那包括了德国也做了 这个所谓AZ跟BNT 或AZ跟这个 亿之间的这样的状况 然后加上包括西班牙 所以事实上 很多国家都在做相关疫苗混打 它的目的是希望确定 是不是混打的效果 比单一打两剂更好 而当你面对Delta病毒的 这种变种来势汹汹 甚至未来可能还有 其他的变种的情况之下 那是全世界有这么多疫苗出来 我如果不去好好的去思考 混打的一个实验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去预防 所以你看 黑完各的单一疫苗 现在来黑混打 那我还在讲 如果这样 因为这样子民众被你恐吓到 被你惊吓到 而导致未来什么疫苗都不敢打 而导致他的身体受到状况 健康受到影响的时候 你国民党会不要负责任 科学不用实验 然后说我认为可能会怎么样 那个才叫做不负责任 那你看 真的讲着讲着 大家就心惊惊 有一些是被恐吓到不敢打的 那还有一些是本身体质可能有点状况 不管哪一支疫苗 他可能都不太适合的 也有这种人 可是任俊哥 柯文哲要剥夺他们的人权 他现在在考虑的是说 你爱做的 就要去什么什么的场所 他在想的是这个 那因为其实对岸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健康的那种的做法 感觉果然是两岸一家亲的市长 我刚特别看一下柯文哲的论述 他的讲法是说 因为现在的这个状况 导致有很多的活动 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 所以他其实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老人共餐 他说因为这段时间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用共餐的方式 所以他就想到说 类似推行像这种健康 也就是说如果中央同意 其实他让他的这个台北通 跟这个所谓的中央一起作为连线之后 你没有打过绿苗的 你直接看那个灯号就知道 你打过一季的是黄灯 打过两季的是绿灯 那你如果打过两季了 你就可以回来 例如老人共餐 让他的活动可以继续 可是有说打完两季的 我们特别自己掛保险 人家打三季都还有被突破性感染 你立刻抓到这个问题的重点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用这个疫苗 我认为柯文哲会 到最后会凸显一件事情 他要凸显就是说 你看你就是因为疫苗不够 搞到很多人生活不方便 他又要回来就讲说 所以台北市要自购疫苗 我认为他的逻辑到最后会变成这样 可是问题是 陈如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难道你打了两季就没有问题吗 我们光看到国外 为什么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感染 就很简单 你今天打了疫苗 其实不代表是 你就是无敌铁金刚 难道你说我共餐 我就可以大啦啦 不用戴口罩 我就什么东西都不用 我跟你讲到最后的规定 还是你回到这个地方 除了吃东西的时候 口罩可以拿掉 其他东西你还是要戴着口罩 那请问跟打一季跟打两季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没有差别 因为我们的规定就还是会这样做 难不成你说打了两季进来的人 所以从此之后 你都不用戴着口罩 所以我觉得很 他以为说用这个方式 可以搞凸显出 他其实有顾虑到这一块 但我只能讲 就逻辑上面不通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国民党喊战斗篮 可是他们是斗 不是战斗 是内斗 张亚中他的民调支持度 从本来陪绑 一下冲到绑首 吓得朱立伦 江启臣都脸色发青 张亚中现在目前一面 看起来是还不消 那么网路声量的部分 张亚中也是一飞充颠 他以63%独占凹头 赢朱立伦多少 一杯又有存 那从昨天 你看到的地方 明代就喊话说 如果是张亚中的位 2022算不下去 会帮帮 到今天 又有蓝营的民调 明代劝说 韩粉不要傻了 如果张亚中当选主席的话 2024他会自己来选总统 休息五秒 稍后回来